大家好,我是林天赋 今天给大家分享几个外网比较有名的弹跳训练计划 第一个是PGF的World Code 85刀 来看看他是怎么宣传的 173小哥 8周训练就能扣 哇塞牛逼 但是我买来才发现 85刀只包含自重训练 想要具体 那不好意思 得了解 我硬着头皮练了3个月 原来是摸不到蓝板的 结果练完之后呢 哎 还是摸不到蓝板 于是我又买了第二个训练计划 OTA的Flat System 135刀 来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啊 你是否爆发力不好 重 你是否力量一般 重 你是否不够高 重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次我其实没抱太大希望 但没想到练了三周就能摸板了 有时候运气好还能摸到空 他第一个有用的点是说 离心 等长 向心 三个阶段要分开练 Chris讲过一个故事 他早年花300刀找了一个NFL的训练师 结果去了之后 对方只教了他一个动作 剪刀蹲 不是上下上下的那种 而是保持在那里一动不动 蹲了20分钟 这个动作大家可以试一试啊 非常的酸爽 Chris当时很不爽 别人都在那里咔咔具体的 就我格那儿cosplay乌龟 后来他才明白 练弹跳和练力量是不一样的 他非常弹跳吸收力的能力 因为在弹跳的下降段 腿要长受两到三倍的体重 远高于我们平时蹲的重量 所以Chris训练的一个特点 就是下降段练的比较多 比如深蹲就要把下降段拉长到6秒 你会发现这种蹲法 对神经的消耗非常大 80%的最大重量就会眼前一黑了 但多练之后又确实有提升 怎么形容呢 就是以前感觉要花一会去蓄力 现在则感觉蹭一下就起来了 用学术上的话说 就是神经目击更强啊 然后第二个点是说 训练容量要大 职业扣向以赛Rivira有一个1600万播放的视频 较5分钟就能跳更高 非常的不要提当 但其实这位老哥15岁就开始举铁 而且训练量非常大 每天先跟着校队练两三个小时 然后和鸭再练两三个小时 就卡卡跳 PGF有句话叫 弹跳训练不要追求灼烧感 所以他的训练安排都是3x5 3x6这个样子 非常的轻松 T-PROC是一个华人训练师 他就觉得训练容量这么小 身体怎么会起变化呢 每次去健身房 你就要蹲够5吨 对自己狠一点 Chris则是在两点之间取了一个折衷 说我不管你蹲多重 我只要求你100%的神经目击 和100%的动作质量 这里写85%最大重量 蹲5x2 只是一个推荐值 你觉得轻松就加 觉得累就减 我只求你认认真真的 把这6秒的离心收缩做好 实际上你会发现 这个6秒的离心是非常累的 他计划的精髓也就在这里 就是说想要跳得高 既要力量好 还要体重小 怎么做到呢 就是加强神经目击 说人话就是练的时候 要省出吃奶的劲 脑瓜子应该是嗡嗡响响 好了 最后说说起跳技术 谈跳圣经这本书 一共有148页 其共只有4页是讲起跳技术的 还不到3% 我开始以为是做着水平不行 但念下来才发现 确有一些道理 因为人在全速状态下 根本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很多扩兰教学说 要脚尖勾起腿伸直 手要摆得比头高 还有什么上身挺之脉打步 不是说他们不对 只是说即使强如老崔也很难做到 这方面最诚实的还是Rivera 他就说技术是要一点点打磨的 不要想着一上来就做助跑起跳 先老老实实做好一步起跳 两步起跳 三步起跳 还是那句话 不要高估自己控制身体的能力 强如Rivera 最开始步子也迈不开 胳膊也轮不起来 所以我现在也是放平心态 先一步步练好基本功 如果你喜欢这种形式的分享 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后续我还会不断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